你这样看我会害羞的 那我不看你,我看谁 闭嘴,开始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马,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这一期视频呢就是我想要 笑个屁啊,他们俩一直在笑我 就主要是因为圣诞节快来了嘛,然后我想要说 如果圣诞节来了的话,我们是要送朋友啊 或者是送情人,送爱人,送什么礼物比较好 然后我觉得说我自己一个人的建议可能不是很够 所以我想要集思广义一点 所以呢,我就邀请了我在拉萨所有的朋友 来给大家提建议,就是这两位 所以呢,这次视频的话就是我想要分成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是说我来采访他们一下 想问一下他们,比如说你收到过的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最像深刻的礼物是什么,最奇葩的是什么 然后你送出的礼物是什么 然后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会互相交换 然后我们互相都还没有拆这个礼物 所以就是充满了惊喜 而且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了哈 因为他们两个今天下午说两点之处要过来 然后他们两个不知道在酒店里面干什么事情 都让我让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得了八个小时 所以这个视频录取得就很晚 好,anyway,让我们开始采访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佐嘎 我有一个朋友,我发生了 男的,然后他送给了我一个 哪一颗的行业量般的鼻涂 因为我一直没有开张啊 然后他就想让我在开张那天用他的 他送给我的鼻涂,但是结果 哈哈,丢了 那我问你就是你收到过他送给你的 你觉得比较开心的礼物是什么 他送给我的比较开心的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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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今天你们迟到的礼物吗? 哈? 一个最有新意的礼物就是我的那个初恋送给我的 就是初恋我这边怎么定应呢?就是我第一个喜欢上的男生 不是说第一个跟我互相喜欢的男生 就是我第一个喜欢的那个男生呢 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因为他数学成绩特别好 他有一次就是在那边玩嘛,然后我就看到地上有个木棍 然后我说哎,你看这个木棍,它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呢,他就把那个,他就把那个木棍拿了起来 然后他就拿着那个木棍反复在那打烊 他说这个木棍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对啊 但是因为你摸过了这个木棍,所以它就不一样 哈哈,然后我就把这个木棍带回家 放在我的枕头下面睡了一个雪崎了 所以我现在的那个,那个后脑上后面有一个那种凹槽 就是因为睡那个木棍睡的 没有送出过,送出去给别人一些你觉得什么 比较印象深刻的礼物吗? 没有 哈? 真的没有啊? 这就是男人吧,好无趣啊 等一下,我想想 嗯 啊?我是个礼物吗? 哈哈哈,我发你 我送给了诺诺 什么鬼啊?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当天吧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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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密一下 我跟我的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他跟我说,我有一个很棒的哥哥 就不是那种亲属关系的 就是很棒的哥哥,他刚从别的地方回拉萨 对,然后我觉得他人很好 然后你还给我看过他的照片 其实照片也不清楚,只是一张表情不? 对 然后他就说,然后他说明天我跟他约好了喝咖啡 然后到处你晚点来,就假装偶遇 对,然后呢,所以那天就好了,然后我还,我还大概打听了他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离山 然后我那天还特意打扮的就是比较可爱啊,我还竖了两个马尾辫,两个辫子,戴了个帽子,然后他那个时候就缓缓来迟,姗姗来迟,对,然后我看他第一眼我说实话,然后我就很喜欢他,因为他当时穿了一个防弹背心,防弹背心,很像宝啊 但是我觉得他好帅啊,而且当时他戴了一个黑色的模型,就他穿上一身黑,然后他又很高,然后他戴着那个墨镜就在那阳光下面,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得到他,哇,女人,然后我们一起去喝咖啡,他会有很多那种贴心的小细节,比如说我要是咳嗽的话,他就会掐我 首先感谢姐妹把他送给我,这是我今年收到的最棒的礼物,而且后来他知道了很多机会是不是,对,对卓卡知道了很多,后来就连续的三次天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做那个万马彩蛋导演的那个气球的手印里哈,还没看呢,快点赶紧去看,感谢万导就是给了我们一个 我们有我们的爱情升温的机会,万导您辛苦了,我们一起弄那个手印,我们就每天都会在咖啡厅里面讨论,然后有一天他就是从那天喜欢上我跟他跟我说,就是我们在咖啡厅讨论的,因为他觉得我好好续温,然后当天他晚上他把我送回家之后,因为他会送每个人回家,对,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男孩,他是大家的自己,他从来不送到我回家,他从来不送我,然后把我送回家之后,我下车的时候跟他说,到家了跟我说,哈,哈,前妹们这个点拿笔记一下,然后呢,他就回家,他就跟我说我到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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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开始跟他聊天,我就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然后我就想让他习惯,就是有我经常跟他说话,然后果不其然他就习惯,然后他就变成了我的男朋友,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他将我向你推,行全包围,紧紧跟随,爱如潮水,他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不愿变,不愿变,还是心意, 然后刚才就是我们的采访环节嘛,然后我觉得说,从小到大就是我们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礼物,因为我们会过各种各样的节日嘛,有的时候我觉得说,节日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理由跟一个借口,就让我们聚在一起啊,然后能够让我们比较用心的为对方准备,就是展现我们的爱意,而且我还很喜欢送礼,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他给了一个就是你观察别人的机会,因为你会想说,他可能想要什么,闭嘴我在拍视频,就是他可能想要什么,然后他可能喜欢 就是你都会花心思来揣测别人,我就觉得这点特别好 我拍视频的时候不准请请我我 为什么?因为我女朋友不在我身边啊 所以呢我就想趁这个圣诞节,然后就是跟我再拉萨所有的朋友,来一个互换礼物的环节,眼泪都要掉下来,就是我想看看 就是我想看看就是我们都会为彼此准备哪些东西,然后想看看就是我们都会有 多么的了解彼此啊,开始吧 等一下,这个礼物特别的贵重,不是,这个礼物还得现场,现场还需要,闭上眼睛,okok 是个眼镜吗? 也不是眼镜,是个皮筋吗? 不是啊,怎么可能是那么low的东西 可以睁开了吗? 不可以啊? 蛤? 你的东西放到他手上 先看这个 哇,是一本书啊,为什么好不妥啊? 然后你往后翻了先 重点不是这本书了 重点是这本书还是他自己看过的 哇,天呐,这个是 这是我们两个的卡片吗? 好感动啊 好感动啊 这是我滑的 哇,真的吗? 是不是很生意 哪个是我了,这个是我 对啊 哇,这个好感动啊,你还滑了滑 你送我的是什么? 蛤? 拉下来,拉下来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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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我以为是个那种,起码是个皇冠吧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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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就希望你以后的视频 不要这样,你要带着我吗 以后的视频怎么样 你要带着 我们啊 超喜欢,因为我就是他自己画的嘛 就很有心意 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加一点那种DIY成分的有自己心意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就是拆我给他们送礼物的环节了,闭眼吧 这是个什么,你摸一下 你摸一下 我觉得是个那,啊? 我觉得是 你在干嘛 是个公仔 公仔,对 然后是个热水袋 玩具,玩具 就是那种毛鲁玩具 你觉得我送礼物可能送这么没有新的吗? 可以蒸开了,蒸开了 来,你先拆吧 谁先蒸了 他的,你也可以蒸了,给他看 这什么呀 你在笑什么呀 他的反应 哇 什么呀 电动牙刷 你拆一下 哇 这只是个包装吗 哇 粉色的 哇,电动牙刷 你再看,你让他看,让他观察 让我看 我记了 上面有我的名字 谢谢姐妹 还有吧 除了你的名字还有什么 还有我的肖像吗 对啊,这是你啊 我是你可爱吗 对啊,就是你比的这个,女人闭嘴的那个字 我放这 这是怎么弄的呀 给我看 定制吗 嗯 哇 谢谢姐妹 好喜欢 好喜欢 就是因为,因为刚开始的话 他们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公仔嘛 对吧 就是因为他就看起来很可 而且你完全可以用完之后把它当公仔用 而且上面写了一个蓝 还有这个袋子 就是你可以把它的这样 你可以把它当,像包包一样这样背着 哦 Dendro,Dendro就是他的名字 就在Lasa这边就是 他是把名字的 就是我们会叫,比如我们的名字一般都是四个字嘛 但是我会叫你名字的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 对 所以他叫Dendro Dendro Dendro,然后我们用那种英语发音来说一下的话 Den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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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前面的这个女生就是她 我好可爱 好可爱 好可爱 因为这个的话还戳出了一个点 就是你刚刚讲了 你说你的朋友送你那个音响 你每天都会听 对 这样的话你每天都会摔眼啊 哇 没人都会摔眼也会想到我 谢谢宝贝 对 他有很多个被换头 你可以换一下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会强调就是送电脑上 因为我自己其实一般就是出门在外面住 我都会自己戴牙刷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老拿那个会有点不环保嘛 对 就是我觉得你也经常出门旅行什么的 可能三年出一次吧 然后 你看它有一点点那个圣诞的元素 对 对 因为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牙刷 就是我的那个燕粉色就是这个 然后我的上面是我写了一个crown 就是皇冠 然后画了自己 然后这样每次我就可以跟别人说 可以把我的皇冠递给我 哇 你先猜一下 你觉得猜一下会是什么 你先摸一下 在你面前摸一下 你猜是什么 这是你拳头 谢谢 它有什么具体的形状吗 它的形状的话就是它很硬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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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直 嗯嗯嗯 就像你一样 我是说哥哥的性格 很硬 很直 好吧 你可以震开 我让它震开 这个的话第一就是它上面这个屋 我觉得很符合它 就是因为它这个颜色 就是你的颜色跟这个颜色很大 难得班毕业流 哈哈哈 而且为什么就是没有加它的任何肖像 这是我想要达到一个很官方的效果 你买个那个杯子上面写个什么复联纪念 会有你的照片吗 没有 对啊 所以就是一种你多下 而且它多硬啊 它多直啊 而且你刚才说 你也想用 你这不是油了吗 而且它的颜色跟你多搭呀 完全就是混在一起嘛 对不对 而且我是真的觉得 就是多刷牙吧 你们两个 哈 为什么 你为什么 就是第一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我们藏区就是大家看镜头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是我牙白 其实是因为我很黑 就是你这样的话对比很明显 但是只要我的牙稍微黄一点点就会比较明显 所以我给他们两个 所以牙稍后他就觉得就是说 因为你们两个都挺黑的嘛 所以你越刷越白就很明显 还要就是因为 我觉得两位都很爱笑 特别是卓巴 就是他每次笑起来 他的那个笑声很有感染力 就那种 哈哈哈哈 就是我希望你能多笑 好的 你喜欢那个礼物吗 嗯 喜欢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呢 哪里喜欢 喜欢在哪里 我为什么要送到这个难得般留念 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自答是一个挺平全的人 然后因为就他虽然会开这种玩笑 会说啊没有女的没有女的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挺尊重女性的 就是在各个方面嘛 挺吗 就还蛮尊重女性的 然后而且他经常会开玩笑 就是说啊你没有难得 你没有难得 因为这个社会上老会有人说你没有女的 你没有女的 但没有这样说男的 他经常这样说 所以我就想要代表我们这边就是吧 告诉他他 他已经就是从男的班毕业了 所以他当时是班长 对他是他们男的班的班长 他们都问你飞的高不高 只有我关心你飞的累不累 只有我关心你牙刷的干不干净 好不好 好 他做我为你做了什么 你都想过他为你送了什么 我送了你爹弄牙刷 所以在这个屋子里面 谁是那个关心的女人 大家都是有目睹的 好吧 这个就是我送这个礼物的原因 然后你们两个摆在一起 就是两个很可爱的人 好可爱 好可爱 我一个人会剪裁这些东西 每一个零件都要在哈 包括他的帽子 如果少了一个的话 我会上门啊 他秃顶 他这个帽子是可以摘的 车车你说那句话吗 以巴掌没有 如果我还检查一个月之后不在的话 那我就以巴掌给了 对 以后我们俩出去旅行的话就可以这样 如果你们俩出去旅行 我看到你们没有带的话 那我真的两巴掌给了 哈哈哈哈 你要送他礼物的环节啊 哦对 这是我很早很早很早 于晨凯的书 可能是我高中的吧 但是我希望你也可以爱上读书了 哈哈哈哈 然后里面哈哈 又有一幅画 哇 是我画的他呀 哇 啊 这种画画真的好有心啊 啊 他脸有这么棱角分明 三根头发 对 三根头发 哦真的 好可爱 哦这样好可爱啊 就跟你 你看 你这样放了三根不也是吗 哇 一模一样 你们两个 好可爱啊 嗯嗯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礼物交换呢 很值啊 我给他送了一个五块钱的面具 五块钱 我就可以拿来一个电动鱼 说啊 就是这么划算 嗯各位 我那个东西也很有心眼啊 问题难开花耶 哈 就我觉得就全拉萨就没有 其他人就更适合戴这个面具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是最适合戴这个面具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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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ew moments later 然后呢就是我就是想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选择就是送Softier的电动鸭刷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在我几个月前的视频里面就看到过我一直有在用他们家的鸭刷 就是现在也是在用 然后你会在我的vlog里面或者是哪怕你偶尔看到我卫生间里面你都会看到他 就是我是真的很喜欢 我有DNA我的嗓子这么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从内到外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物 首先就是说电动鸭刷的话它本来就是说 不挑年龄然后不挑性别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用就是非常的百搭 他们家的毛真的真的非常软非常细 我今年就是一直用他们的鸭刷 然后我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流血的情况 因为我的牙齿是非常敏感的牙齿 我之前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 我冬天的时候跟朋友出去玩 如果我们在路上一边讲话的话 我的牙齿都会敏感 就是因为我对冷的东西很敏感 对酸的东西很敏感 我的牙齿就这么脆弱啊就跟我这个人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即使就是你把它送给你那些 从来没有用过电动鸭刷 或者是牙齿敏感的朋友来说的话 就是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给我的妈妈也买了一个 为什么没有给我爸爸买呢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点生态的去 还要给她买一个吧 而且就是因为我这两位朋友 他们都是有抽烟的习惯 所以在现实时候呢 你会发现就是他的其实牙齿是有一点点黄的 但是呢我非常喜欢他们两个人的那种笑声 然后笑容我也很喜欢 尤其是卓尬他每次笑起来 就很想一头那种非常非常可爱的母牛 所以我就觉得说送给他们两个电动鸭刷非常的合适 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笑容 而且我觉得就是跟普通的电动鸭刷不一样 就是Softy他有一个那个定制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定制图案 然后你也可以刻字 然后这个是我给我男朋友的 他还没有看到 因为我就觉得说当他有了一个可以定制的话 就是他不仅仅是一个鸭刷了 然后他就是属于这个人的东西 你把它送给别人的话 这个人他每天他用的时候他都能想到你 而且我觉得说他非常的实用 然后他真的很有心 就是可能是随着我年龄变大 我先把这个放回去 我明天要把它给我男朋友 随着我年龄变大了吧 就是我会发现我送的东西 真的就是希望别人能够用得上的 就是哪怕是输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像电动鸭刷这个东西 就是还体现到就是你很关心别人 因为就像我说的所有人都只在乎你飞得高不高 没有人在乎你的牙齿好不好 对不对 我在乎就是我希望我的朋友也好 我的亲 我的恋人也好 我的亲人也好 就是都是能够健健康 就是从牙齿开始 就是你其他部位的健康 可能让我来关心的话有点贵 牙齿上的关心我可以先给到 而且我想到然后我周围我所有爱的人 用的都是跟我一样的牙刷 然后我们以后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就摆一拍 然后我就会觉得 很浪漫 对 因为其实我说实话 就是你知道我的这个牙齿情况 本来看起来就很漂亮 然后就 然后对面明显很白 其实会有很多的那种什么 电动牙刷广告 然后来找我 但是Sofie真的是 我目前用过电动牙刷里面 我真的最喜欢的 而且是我觉得 真的就是我刚刚讲了 完全不会出血啊 然后各方面 然后从我用它 入它到现在 它真的一次都没有坏过 我也之前吐槽过小米的那个电动牙刷 它会半夜自己震动 然后我来充不了电 但是Sofie的那个 我用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出现问题 我也希望就是收到 这个礼物的我的朋友们 能够 哪怕说就是连刷牙都能够慢慢的来刷 就是不要着急 take a chance 我每次都会拿我刷牙的那个时间来想事情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会 大家都太忙了 你等电梯的时候 你都在看手机 然后你拉屎的时候 你也要看各种东西 看抖音啊 看各种文字啊 还是怎么样 但是刷牙的时候就是 真的是大多数人可以真正的放松下来 然后尽心的 就是完全让脑子清空 或者是想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一般刷牙的时候 我会想一想 我今天要穿什么 或者是我今天要干什么事情 或者我就真的只是脑子放空 然后我就只想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牙齿有没有刷到 这个牙齿有没有刷到 那个牙齿有没有刷到 然后 反正我就觉得说 2020年要结束了 2021年要开始了 我真的希望2021年开始 我能够更好的照顾自己 就是身体上 真的是身体上 因为比如说 其实我这个蛀牙 已经放了很久了 我大概在几个月前 就是我要去看牙医 我到现在还没有去看 我完全是靠刷牙 然后把这个疼痛环节 就是把这个东西延后 所以我真的希望2021年 我能够就是更好的去照顾自己 更学会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然后我希望大家也是 嗯 就像郭采杰说的 关心牙齿 更关心你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在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 每一天都不晚 每一天都不晚 然后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会 从爱自己开始 因为当你学会爱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 你真的就能够更好的去做一个很好的朋友 或者去做一个更好的恋人 对 然后 这差不多就是这期的视频啦 然后感谢大家观看 然后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美妙的圣诞节 嗯 不仅是节日啦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 然后希望 嗯 会永远有人珍惜你送的每一个东西 你送的每一个礼物 然后希望也永远有人就是值得你去珍惜 谢谢大家 I love you Good night 妈的 已经凌晨三年一十八啦 我说好了要早睡的 好 好